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踢一场欧冠 今天我想使用皇家马德里 咱们主场对战一下多特蒙德 好咱们马上进入 昨天巴萨刚刚4比0战胜了门星 今天看皇马怎么样 不能输给巴萨 我是王涛 今天和我一同为您解说的是解说专家苗坤 大家有什么疑问都直接对他拍砖就行了 谢谢王涛 足球狗们大家好 这两个人说相声啊 好 先卖是入场仪式 接下来是奏乐仪式 队员们和裁判们昂首助力 相川真寺 奥巴梅扬 佩佩 大圣 塞罗本泽马 好 咱们马上开始 我选择红马 黄马咱们首先从左向右攻 我比我喜欢打4231 黄马就是4231 哇 没穿过去 果断解围 化解险情 他们获得了一个界外球 佩佩 不好 这个球传的太傻了 马赛洛 塞罗 想要穿透防剑 本泽马 哇 没有打上 哇 没有打上 贝 差一点 塞罗 贝尔 哇 配合是打出来了 但是结局令人惋惜 打在边往上 这绝对是教科书式的经典直赛球 只是后续处理还需要提高 刚才他本该将比分改写为1比0的 他有时间也有空间 本来该为球队带来一个非常理想的开局 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重整旗鼓 阿德里安拉莫斯 拉莫斯 托尼克罗斯选择了最直接的线路 贝尔 哇 没有过去 佩佩 好的 佩佩拿到 主僧佩佩 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迅速向前场推进 马赛洛 C罗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贝尔 漂亮 两点之间贝尔最短 进得漂亮 两点之间贝尔最短 说得好啊 一等一的传球 一等一的射门 咱们看一下慢动作 马赛洛传C罗 C罗下底 起球 贝尔一个投球 漂亮 咱们再来啊 本则马 罗家马的礼 先下一场 现在的领先优势还很微弱 科瓦西齐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伊斯科 巴尔特拉将球传到边路 马赛洛的投球 本则马 本则马 转移到前场 马赛洛 马赛洛 再传贝尔 伊斯科吗 哦 跑位很好 不过射门的脚法有待提高 咱们再来啊 漂亮的带球突破 促成了这次攻门 显然边路采用的战备防守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笔分早就改写了 光尼克罗斯 长转发动进攻 啊 没传过去 好的 马赛洛呢 欧巴没扬 可洛斯 本则马没有抢到 伊斯科犯规 好的 漂亮 克瓦西奇 不好 佩佩助协防 奥巴没扬 哦 好险啊 那瓦斯 这场比赛悬念不多了 哎 不能这么说 还是有悬念的啊 好 咱们开球 谁都没有挺到 香川 本则马 还有啊 没有了 克罗斯都跟上了 这样的传球竟然没能转化为助攻 他肯定是打失所望 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佩佩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好的 C罗 船本则马 本则马稳住 这脚居然没劲 咱们看一下慢动作 本则马这个球太冤了 就是一扣 右脚 再一射 居然打偏 很遗憾 咱们再来啊 把尔克拉 要到前场 转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 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 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 你们想限制住他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本则马 还有 哇 这小球 好的 传给了我 卡瓦哈尔 贝尔 为什么这个球追不上 好的 他远距离长传 刚刚丢球 就以训练不进而到零而 想定当人不让的速度 把球抢了回来 说实话 这种情况下 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了 C罗将球碎过去 哇 越位 差一点点 马赛洛 哇 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上 这将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剧情了 你对上半场的45分钟 有何看法 要说早早的了结比赛 这场球就是完美的例子 连进两球的他们已经吃死了对手 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再进一个 好 那咱们就再进一个 在上半场已经控制了局面 2-0 也不能这么说 大黄蜂发挥的也不错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 C罗 没有抢到 贝尔 还有 佩佩 马赛洛 对方起球 奥巴没扬 好的 这个防守非常到位 科瓦西奇带球向前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哇 贝尔这脚没过去 过去的话我就打门 卡卡 相川 不好 打身后了 想要穿透防线 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 好险啊 速度啊太慢了 这次反击最后似乎是不了了之 对方有充分的时间去退防 机会已经不复存在 跑的 科洛斯 传贝尔 本泽马 哇 没穿过去 贝尔 对角 哇 这个球传的不好啊 奥巴梅扬 哇 奥巴梅扬 据说最近好像黄马想买奥巴梅扬 黄马最近听说是想把本泽马卖掉 然后呢买奥巴梅扬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不知道最后能否实现 咱们再来啊 多特猛的踢得很顽强 右奥巴梅扬 他又来了 马赛洛 好的 漂亮 咱们看一下慢动作啊 这个球完全是贝尔个人能力啊 没穿过去 自己射 一脚打进 再来啊 不能这么说 配配鞋防 哦 好险 相穿 科洛斯 哇哦 一点没犹豫哦 科瓦西奇 速度绝对是关键 刚才的处理方式很不理想 这次没能制造出危险 这还没危险 精彩的表现 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可真是赏心悦目 是吧 这球也射的不算太离谱 哇 C罗贪功了 好的 伊斯科 他出色的化解了险情 很好地展现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将球送到前场 刚刚丢球 就以训练不进而到零 而想定当人不让的速度 把球抢了回来 中场有点乱啊 现在 伊斯科 长传到前场 皮时切克 将球断下 皮时切克 将如何处理呢 相传真思 欧巴没扬 谁犯规 欧巴没扬 反规 就这一事 欧巴没扬 哇 这个球 汤大了 只是没有能够进入危险区域 佩佩 好的佩佩 抢得不错 冲 哇 没有传过去 还不如传给C罗 格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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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仁把格侧又卖给了多特蒙德 没有打上 现在无人持球 本子马 呵呵呵 球传得很好 但是射门 太差了 差点打进了 他们在自群内有很多的选择呀 但是却互相谦让起来 实在是缺乏魄力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他肯定不缺乏信心 就算他有什么欠缺 也只会激励他 尝试更多的射门 这两个解说真行 哇 现在打了有点乱 跑的 比赛结束了 王家马德里 一直是更主动的一方 表现也很好 结果是无可争议的 苗坤同学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应该说这是一场漂亮的胜仗 他们凭借着球队整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最终也战胜了对手 好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苗坤的精彩评论 祝大家晚安 好吧 那这个视频呢 我也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还会更新实况足球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注意关注我的小马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